好,可以開燈 所以現在看到樣子 已經看到樣子了 可以用衣服 哈哈哈哈 不要用衣服 因為衣服出了 不要用來啊 要喝水還是勁善話 勁善水 很飲食 不要用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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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破一點 嘴破一點 Derry Derry 回到Derry Derry 聖誕 Yo Hello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各位 新年 不是聖誕快樂 其實這集是2020年最後一集 好,先說一下 今天是最後一集 2020年最後一集 對 2020年最後一集 Derry 智智山 我們昨天一起一起 看看 我們想吃龍頭 你一定會嚇生 神報頭 沒有lice you 還在北京玩的時候 接著就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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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好相反 相反 我上年都在北京啦 好像不能這樣 很大聲 不過今天應該是好聲的 準備啦 1-3-0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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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鎖啦 1-3-0厚 Hello 開始啦 大家好 又是逢星期一的吹水時間 今天跟大家說聲,是最後一集 是2020年的最後一集 我們昨天去行山 剛才我們開始的時候,你告訴我去北俄嗎? 那裡叫什麼? 十星岳,去十星岳 昨天我們開直播,我們有四個人去哪裏呢? 我們去了石龍宮 在淡霧山 我們都上了山,不過不是滑雪 我們一邊沿著走,看到那條路,去那些Cat Track 小路仔啊,跟著那間來的樹林,想衝下去 一邊走一邊說,看著那條山路 看到那些樹林就想衝下去 嘩,到處溫了 對,到處溫了 我們在開波之前有消息說 今天先多謝阿龍sir 阿龍sir是第三次上來的 很多謝阿龍sir,白亡中抽空 今天說什麼呢? 我們先講一下,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就講這個Slowboard Part 2 我們會講關於六款的Slowboard 聽得到嗎? 對嗎?應該看得到 好,那就另外一件事,先冥謝一下 先冥謝一下 冥謝一下,冥謝一下 冥謝一位雪友 我們上星期贏了聖誕六人糕湖頭甲子 阿鐵粉,阿Polly 贏了 他今天送了五個甜品給我們吃 真是多謝 我知道他在看的 真是多謝 真是有我們心 我們是臥底 不用,是臥底 說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 是否泰國人話說 泰國人行山 泰國人行山是什麼 是嗎? 叫什麼? 這樣說 泰國人行山 行山的時候 你會看到最多什麼? 看到什麼? 很多樓梯級 就叫個嫩笑話 喳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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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喳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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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多謝阿龍sor 把時間交給阿龍sor 我又有學習的時間了 坦白說,學習的時間 好,可能要回到鏡頭 我們這次也會講Snowboard Snowboard是Part 2 開始我們會講Snowboard有什麼形狀 你去買Snowboard的時候 你會遇到什麼東西 我今天會講講Snowboard的形狀 大致上會分成你現在螢幕看到的 會有六種 我們會逐樣說 第一種 你會看到一個Flag Flag和Canva和Rocker 會是現在最流行的三大滑雪板形狀 所以你去買版的時候 你一定會看到這三個形狀 我們會先講講這三個形狀 分別會有什麼好處和不好的地方 幫到大家去選擇你適合的滑雪板 這些形狀的定位 和你玩滑雪的風格也會很相似 例如你今天要買一輛腳車 你可能想買一輛車是舒適度高一些的 穩定性又高一些 但如果你說我今天想玩一些 可能是飄移平花的 玩花式 那你會有一些板會再合適一些 我們再傳統說一下 Flag 第一塊 它是完全平的 大家在找 看到嗎? 這個形狀就是 是不是我嚇到? 是不是我嚇到了? OK 你會看到是平的 我們這裡會看到 一塊滑雪板 這裡其實它是中間線 中間是切開兩邊 這塊滑雪板應該叫Tunes 所以兩邊頭尾會是一樣的 然後這裡還有兩條線 就會顯示你的腳的位置 然後 我先用上次的Weapon 對 然後你再對下去 看到一條線 就是我們叫Contact Point 你滑雪有四個Contact Point 就是你的滑雪板最闊 而接觸雪的位置 這個叫Contact Point 然後這裡就對下來了 你會看到Flag 為什麼叫Flag板 就是它會由Contact Point開始 到另一邊的Contact Point 是完全平的 然後才撩起 滑雪板它一定會撩起的 而我們叫做這個接觸面 是基本上是貼上的 這隻滑雪板的形狀 叫Flag 它其實是一種很舊式的滑雪板的形狀 就是叫做Old School版 現在也比較少 以及比較難找得到 這類型的滑雪板 它有什麼好處和不好處呢? 它的好處是你會看到 它的接觸面是很大的 由這一邊到這一邊 它完全是貼上整個地形的 所以它的接觸面夠大 所以它的穩定性很高 而它入彎的時候 它做一些Edging 它的板邊也會吃得比較多 所以你會看到它這個位置 就是100%熟悉的 這個是Flag 但是它的不好處會是什麼呢? 它的轉彎 你會看到它越接近Effective Edge 這裡才起 它轉彎的時候 入彎的力度 你需要可能會更加大些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我今天在學習如何做S 同時你拿著這塊板去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轉彎 是比較吃力些少 也會容易卡板 但是當你熄了滑雪之後 你會發覺 當你做Edging的時候 這些板的穩定性會比較好 所以Flag的板 因為它接觸面比較多 所以在高速的時候 它的穩定性就會高 還有它做Edging的時候 它保持著板邊的力量 也會比較大的 這個是這一類板形的一個優點和缺點 好 我們再下去了 然後另一種你會看到 我們叫做 混一混一混 我們會叫做Canva 這裡Canva 那Canva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剛才Flag你會看到 在這裡去到Contact Point 記住 Contact Point的兩邊 它這裡開始 在腰上它會拱起 這種版型我們就叫做Canva 它的優勢會是什麼呢? Canva版也是一些比較傳統的滑雪版的形狀 現在2020年 它出現了很多款的不同形狀 我稍後會陸陸續續地說 Flag和Canva都是屬於最傳統的滑雪版的形狀 你看到它的Contact Point在這裡 它的Contact Point是碰著地下 然後它這條腰就被拱起了 它變了它的Power 它的穩定性也比較好 這一類Canva的版 它的優勢會在於你Groom過的地下 如果你的地面是屬於很平的 很硬的 Canva版和Flag的版 它咬著地的表現會更加好 穩定性也會更加高 所以這類型的版 會比較適合你高速滑行 你想做一些Calfing 偏滑行比較多一些 它這邊的性能就會比較好 相對 如果它這個版型越穩定 另一方面就是它轉向相對會沒有那麼靈活 明白嗎? 這是一個concept來的 OK? 這就是Canva版的優勢 而Canva版另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它有拱形 它拱起了 所以到你Landing落地的時候 它提供了一個緩衝 會令到你落地的Landing 效果會比Flag來得更加好 所以一塊Flag版和Canva版的話 如果你會是玩一些Free Style Kick一下 跳起再落地的話 這個拱形的Canva 在你落地的時候 它提供的一個感覺 會比你更加好 嗯 而Flag和Canva最好 最優勢的地方 就是它的穩定性 和它的Edging的能力會比較好 嗯 就是它做Calfing會比較好 它會比較適合 就是和台劈山會比較好 是的 只要你高速 它的穩定性 亦會給你一個安心 但相對 如果我是一個初學者 我對Gym-1不太熟 你用了一塊Canva版 或者Flag的版 你會相對 你會覺得Gym-1會吃力一點 嗯 所以這些Canva版 對我玩 我也是Canva版 我自己的那塊 因為我自己比較高速一點 是 是 所以我之前也說過 我自己的那塊 Canva版 就很適合我玩 是 之前也說過 軟硬度 我的那塊也是偏硬的 是 所以 砰身後更好 用力去玩它就越好 是的 你有力量去玩它就更好 是的 Canva版的好處就是 你給到的力量 比它越大 它是可以給你一個安心 即是你速度很快 你會覺得它很定 你可以放盡繼續去砰 OK 然後 我們再去 就會是 我先把這張圖 這張圖 更容易地說 那去到了 Rocker 新興的東西 中間這一塊 Rocker 你會看到一件事就是 你會發現它撅起的位置 更加多 和上面那兩塊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我們叫 Contact Point 你的Contact Point 如果兩邊 另一件事 剛才還沒說 這裡它的接觸面是整塊 對不對 所以你的體重 你的壓下去那塊板的時候 你是平均分佈了在整塊板上 嗯 是一個這麼大面積的支點 所以你會看到 理論上它的穩定性是很高的 對不對 然後去到Canva 你會看到它比較獨特的 就是它的支點就是頭尾 頭尾 這樣它會變成好像是 單腳架和雙腳架的感覺 即它的支撐點是分開了左右 所以其實它的穩定性 會比Rocker更好 因為它中間有兩隻腳 這裡只有一隻腳 嗯 因為這個只有接觸點在這裡 對 這個我們講的是穩定性 好嗎 好 然後繼續去Rocker Rocker 它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的形狀是滿贏 滿贏 你看到Contact Point 這裡 它一早已經是撅起了 對不對 但是Rocker它分很多種 它現在這個圖顯示的Rocker 基本上你的Binding的內側已經開始撅起 這個叫做很極端的 很極端 正常一般的Rocker 它會去到你的Binding附近 可能這個位置才撅起 那不同的牌子 它會有不同的Percentage 例如這個Percentage Flag的Percentage 可能只有 很少 二三十 但是正常上 它Flag的位置會更加多些 可能去到60或70 所以它不同的Percentage 它會用不同的款式去推出 讓你多些選擇去選擇 那麼Rocker有什麼好處呢? 你看到第一 它是腕型 所以它轉的話 它的重心是在中間轉 因為它轉的動作 就容易一點 就容易 嗯 因為它是腕型的 那麼你轉彎的時候 更容易 那麼它會適合什麼呢? 就是適合你 可能我正在學著轉彎 我正在學著S 任何和轉向有關的 Rocker版是很有優勢的 嗯 你理論上可以想到 它現在有 就是它的碟雪的位置在這個位置 它這個位置在這裡 那麼你轉的時候 一定是這個 會比這個更加好轉一些 嗯 所以如果你是初學者 我學S 我會推介Rocker版會更加好 嗯 你用了Camper版 相對會再困難些少 用了完全Flag的版 你會 都是會覺得困難 嗯 所以在這個 如果你有選擇的情況下 而你的階段是處於我初學 我要買版 Rocker版 建議的 會幫助到你去轉彎 嗯 做到你的S 嗯 而還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當它去做一些 我們叫做Oli 彈你的動作 去腕贏 以及叫做Press的動作 那麼它都會容易一些做 因為基本上 將你的重心 稍微挨後一點 它其實已經跳起了 嗯 它也幫助到你做一些 可能叫做花式比較 是 看重一點 那就是Rocker版 亦是比較新興的版 嗯 即是如果開始 一個Bekiner 或者是一個 想練習多一點 S-Turn 是的 其實都是一個Bekiner級的人 最好就買Rocker版 即是總體來說 是的 即是開始玩得好些 技巧更多 想的力量更大 如果想玩Calfing 就要買另一塊板 那麼Camper版就更加好 是的 所以它會很取決於 你滑雪 你想要的那個 腳感 你的感覺 即是你想Calfing居多 你應該會拿一塊 Camper版和Flat版 這個效果會更加好 嗯 而它們有什麼不同 就是如果你用了Rocker版 去做Calfing的動作 你一樣都會做到 但是呢 你會感覺到 它會比較是飄一點 比較凹 凹一點 不過如果我初初買了 買一塊Rocker版回來之後 玩得好熟 買另一塊Camper版的Rocker版 也不會浪費的 不會浪費的 對 不會浪費的 即是板 它是基本上 沒有說一定 我玩Calfing 我就一定要用一塊Camper版 或者Flat版 不需要的 只不過現在是告訴你 當你去買版的時候 你可以更加容易找到一塊 適合你的滑雪版 而去幫你練習 幫你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嗯 OK 然後呢 我們就會去到一些叫做 現今階段 會出現很多我們叫做Hybrid 即你剛才聽到 Camper的好處是穩定性 而Rocker的好處是靈活性 我做一塊滑雪板 我當然想 會不會是 一雞兩尾 那麼呢 Hybrid就是一雞兩尾 但是你會看到是Hybrid Camper和Hybrid Rocker 那麼它的分別會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它是Hybrid 第一件事 你先看一塊板 腰有沒有拱起 如果它腰有拱起的 它一定是Camper 然後你會看到它是Hybrid 是不是 它Hybrid的用意就是 它有Camper的穩定性 它Landing的時候有一個緩衝 然後呢 它也拿了Rocker的好處 Rocker的好處就是 碗型 是的 比較碗型多少少 頭尾那裡 在Contact Point那裡 你會看到 它說是Contact Point 偏日就開始撩起 所以呢 它會有Camper版的穩定性 也有Rocker版的靈活性 好嗎 然後我們再下去 就會有Hybrid Rocker 它就是基於Rocker版 板腰是碰地的 中間都是碗型的 但是它會在頭尾這裡 再加多一個Camper給你 讓你也多些少的支點 所以如果是Hybrid Camper 和Hybrid Rocker的話 永遠是Hybrid的Camper 它提供的穩定性會較高 嗯 如果你是選了Hybrid Rocker的話 你的要求就是靈活性較高 所以它會取決於你想要什麼去選擇 當你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你去選擇板的時候 就不再是單單 我只是看過花 你就可以去到一個店 我就說 我現在想找一些Hybrid Camper的版 你可以為我介紹一下 它就會縮窄了 那你就會容易找到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現在的概念就給了你就是 Camper版的概念是穩定的 Rocker版的概念就會比較靈活些少 而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正在練Oli 那我應該用什麼版呢 當你是剛剛寧接了 我想開始去做一個Oli Rocker版一定會幫到你 因為它容易做 但是它會容易做 但是你會發覺它的力量相對沒有那麼大 就是你容易跳 但是跳得不夠高 但是如果你學會了怎麼跳之後 你用Camper版它相對難跳 但是它跳中的時候它的力量會較大 所以你學習的階段 用Rocker版 到後期你會發覺你的強度增加 你會需要一些版去支持你這個強度 那麼就會去到Power會大一點的就是Camper 這些是一些我們選擇版在形狀上面 你應該要有一個概念 嗯 對不對 那麼你現在起碼已經清晰了Camper和Rocker之間的分別了 嗯 那麼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想問問呢 有沒有什麼 大家有 平常想問一些問題可以隨時問問我們 我們可以即時解答 哇今天很難看 是的 那麼其實呢 日本呢 玩平花的人呢 其實呢 普遍呢 其實是不用Walker版 而是Camper版 你倆太厲害了 會不會呢 這樣 因為呢 嗯 Camper版呢 它會提供一個穩定性的 對不對 嗯 它有兩隻腳 現在呢 現今日本的平花有很多是兩隻腳互換 嗯 那麼另外就是 它的形狀它用了Camper 但是它的軟硬度一定會是偏軟的 會非常之軟 讓你會容易令到那塊板變形 容易一點去Press 那麼所以它是 如果你是碗形的板 當你兩隻腳互換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碗形 所以你的身體是會容易一點平衡 它的穩定性 嗯 所以它的板的形狀 它也都需要配合它滑雪板本身的硬度 你才可以去做到你想要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會有Hybrid就是這個意思 嗯 就是我又不要Full Camper Full Camper又太過挺身又太硬 嗯 我又想要靈活一點可以嗎 那就會出現一些Hybrid的東西 就是混合一起的產品 是的 嗯 明白 都很簡單而明 真的很簡單 那我可能要轉一個Hybrid Camper 那說完這裡之後呢 我們剛才說了形狀 另一件東西呢 在你買版的時候 你會發現 看到這一邊 就會有三塊滑雪板 嗯 實際會有第四塊的 我們稍後再說 那麼第一塊板 也是之前我們第一集說過的 就是Twins Twins就是你中間切開 其實頭尾是一模一樣的 是沒有任何分別的 是功能性上面 是的 中間要切開 頭尾功能性沒有分別 分別左右是一個圖案的 嗯 這些版我們叫Twins 而另一種版 我們會叫做Directional Twins 那麼它會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會說頭長尾短 是稍微有方向性的 這個比較長一點 頭會長一點的 尾會短一點 那麼你會在這裡 你會看到這個是binding的洞 這兩個是對齊的 但是中間這個呢 你會看到稍微低一點的 因為它的方向性是setback了 頭長的嘛 尾就短了 所以這個呢 就是會是偏某一邊的 所以當你去玩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認清哪一邊是板頭 哪一邊是板尾 而將長的邊放回去你的前腳 軟的邊在你的後腳 嗯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呢 如果你稍微有setback的板 有兩個好處 可能不止 那麼最起碼就是呢 如果你setback了之後呢 你前面某一邊的performance會好了 例如什麼呢 你玩powder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特意去 如果你是twins版 你的體重比是一樣的嘛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玩powder的時候 我們人的體重比例 我們應該是偏向後一點的嘛 對不對 你會需要刻意去做出一個 挨後一點的動作的嘛 長時間內你會累的嘛 但是這些板 它就幫你在螺絲洞裡已經設計了了 它幫你挨後一點點的重心 但是你的人的體力 不需要有額外的消耗 就是你只需要站回正常 它就已經快板幫你挨後了 它幫你省了體力 那麼你就可以自然更加多的精神體力 去做其他事情了 嗯 對不對 而另外就是 如果你投場了的時候呢 投場的effective edge 投場 當你在轉彎的時候呢 你進彎的時候 會更加實情 更加快 所以你的滑行速度也會來得更加快 可以快一點 是的 所以你directional twins 會是比twins的板 偏向更加多 在riding上面的東西 嗯 如果你是一個小板 我完全就是玩freestyle多的 平花 跟著我玩park比較多 玩道具 跳台 會轉體的 你是應該選一塊twins的板 你的優勢會大一點 因為你隨時轉體 因為兩邊的比重是一樣的 你轉左轉右 頭尾 其實 很容易 你就可以拿回 但是如果你發覺 你頭長尾短 你轉了另一隻腳 就突然之間你的 尾是短的嘛 你用尾來畫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的轉彎的感覺 要即時調節 對你來說 你會很容易混亂 那麼所以 這隻板就會偏向 就是all mountain 偏向我們劃行多一點的 滑鼠板的形狀 嗯 就是directional twins 單向而又雙向 好 來不來 因為我上一次 我拿來的那塊板 我藍色那塊 就是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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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玩all mountain 劈山 如果 如果你不小心用錯了 板尾 短一點 滑 會出現什麼效果呢 感覺好像就是 你開車 你開車 那個輪 就是你的車頭很短 你入彎會很快 嗯 就是你很輕微的動作 就會很容易導致它入彎 咦 那就好 那麼容易入彎 那就正了 但是到你出彎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後面拖著貨櫃 拖著 是的 你明白嗎 因為你的牆去了後面 所以你會感覺到很怪的 感覺 依然可以玩到兩邊 但是呢 但是完全可以的 記住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它呢 不是長時間讓你 這樣用 這樣玩 對 然後呢 我們會去到 旁邊這一隻 比較特別一點點 你會看到這個形狀 是完全是 嗯 跟平時我們接觸的滑雪板 是不同的 嗯 那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就是Asematic Twins 那它是什麼呢 它其實當然是 就是 中間切開 兩邊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是左右切開 它是不同的 嗯 左右切開 即是兩個Edge 完全不同的 是的 它固定了你的Hill Edge 會比較深一點 我們叫做這個 因為Hill Edge的Side Cup 你會發現這邊是彎一點 這邊是正常的 我們叫正常的 這邊是彎一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隻板 那原因就是 當我們人站在正面看的時候 我們左邊的身體 和右邊的身體 是對稱的 嗯 但是我們滑雪的時候 我們是側身滑雪的 所以當你正面看我側身滑雪的時候 這樣中間切開 左右 是不是 你的人是不平均的 是不是 嗯 你 就是這個不平均 所以它導致它 就是想辦法設計 幫你平衡回 你的人的不平衡 很複雜 哈哈哈哈 簡單一點來說 簡單一點來說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你會發覺你做Toe Side的時候 你做Toe Side的時候 會比做Hill Side 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做Toe Side Edge 或者Toe Side Edging的動作 會比Hill Side更加容易 你會發覺Hill Side 你去做Calfing 好像又真的難過Toe Side的 嗯 比較容易失去平衡 是不是 是 那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人的身體 的構造 不平衡 而Toe Side的支援 是會容易做的 所以它在這個設計上 它幫你做深一點的Side Cut 令到你複雜的時候 它比Toe Side更硬 就是穩定性高一點 只是Hill Side 只是Hill Side 對 它就彌補你的人 側身去看的時候 的不平衡 所以你用這一類 不對稱版邊去畫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的Hill Side 會比平時的版 更加容易做 所以有時候會做Hill Side 對 有很多人會出現 我做Hill Side Calfing的時候 經常會 失平衡 會跌 咬不實 會掉 其中一個 對 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 在這樣切開的時候 是不平衡的 而Hill Side 確實是會容易失平衡 所以它才會出現這個設計 嗯 而正正就是因為這個設計 你會發覺 它兩邊 會是 Hill Side是深一點 Toe Side是淺一點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兩邊呢 Hill Side 因為它深一點 所以它的接觸點 會是短一點的 嗯 而這邊的接觸點 是正常的 那麼它就用這個設計 去幫你 令到人 就算打側的時候 你的體重比例 都盡量接近 差不多 對 我沒有錢買 買不到這塊 那怎麼辦 所以 你就要看你 現在你想要練習什麼 第一 如果你是 我是會玩一下 例如平化 我會玩蠢腳 會比較多 我會玩花式 會玩公園道具 那你很明顯 你看到 因為它限死了 你這邊一定是你的 蠢腳 這邊是你的蠢腳 所以如果你switch滑行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的蠢腳和蠢腳 突然之間 那個感覺是會完全對調了 嗯 所以它是不利於你玩蠢腳的 這一類型的版 嗯 所以你一定要買這隻版 之前你要很清晰 究竟你是會想玩什麼類型 明白 明白 所以你要很清晰 你現在要定位 因為我們講了這麼多 你買滑雪板的時候 你應該要做些什麼 就是你應該要先認清你自己 是想要什麼效果 例如你要買一輛家庭車 你沒有理由去買一輛JDM 玩飄移的車 是不是 又不會買一輛兩座位的 你一定要選適合你的用途和定位 所以如果你是初學者 你在這裡上面 你一定買一輛Twins的版 會是有幫助的 Kitty真是解釋得很清楚 終於明白了 嗯 師傅明白了 龍長明白了 然後我們剛才還有一隻版型 還未講的 就是這一隻 那這一隻 你會看到 是頭尾不對稱的 那為什麼頭尾不對稱呢 觀眾可不可以答得出 哪一邊是頭 哪一邊是尾 哪一邊是尾 剛才像了 龍長 我看見你這麼快 我回答 我回答 嗯 應該這邊是頭 那邊是尾 唉 因為我剛才說了 我們的滑雪板 如果你看到它是頭尾不對稱 它一定是頭長尾短的 是不會有板是尾長頭短的 所以你已經有這個認知的時候 你可以很輕鬆答得出 咦 這邊長一點 因為CAMBER在這裡 CAMBER 所以你兩隻腳是這個位置的 所以這個頭就會長一點 而也是頭的這個Rocker比較短一些 這個是沒有那麼短的 原因就是 因為這隻板我們會偏向是 比較 brighter 嗯 可是呢 這個關鍵都是那個 不同的 是不同的 是偏向後面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我們是 你不玩RIDING 不玩POWDER的時候 如果你買了這一類型的滑雪板 那你會浮了這隻板 有人剛才進來了 Hybrid Rocker 剛剛說了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 你想知道什麼就留言 我們再回答你 我們再回答你 我們再回答 這位師兄 阿匡 所以你會看到上面 這些全部都是對稱 Twins版 上面這五塊都是Twins 而這一塊就會是Directional 或者是Directional Twins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比率有多少 所以就這樣看 我們很明顯知道這個是Directional 好 好 大家沒有問題問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 Setback 對 這類型的板本身已經是Setback 好 頭長尾短的板本身已經是Setback 就算如果頭長尾短的板 它有時候會設兩個螺絲洞給你 它會在一塊板上面 會寫著Setback 以及一個叫做Recommend REF 那個就會分了兩套 一個就是比較對稱 以及一個是Setback 嗯 如果在無法選擇之下 我又沒有錢買一塊這些back Seedback 那我拿大Canva 做Setback 可以嗎? 我們就看看概念 第一 你本身已經Canva版 你已經有足夠的穩定性 而你Setback的原意是想可以度過一些可能是Powder 是嗎? 怕插頭 是的 最好就是 我們的建議就是不會先去游 就是我們不會建議由Canva版 我們自己的螺絲洞 按比例移後 然後去畫 寧願就是你用你的身體 你的技術 去應付這個場地和這個場合 而我們的建議是永遠 Canva版的設計 不是為Powder 所以他在玩Powder一定會吃力 是勤奮的 Alan Can 答到你 是 是 是 很肯定的 是 很肯累的 如果你用Canva版去玩Powder 是很欺人的 不會玩不到 會吃力一點 你的體力消耗會比較大 你的技術要求會比較高 是 是 Alan Sir 當然 Alan Sir 也會跟你說 很辛苦 這塊Canva 你就知道真的很辛苦 就這樣玩吧 知道你有Powder 玩了 所以我們通常會另外準備一塊Powder board 如果是為了我們這個旅行 是我們要畫Powder的話 我們一定會準備一塊Powder board 我這樣就要帶三塊板去 所以跟你去場地和月份的選擇就很重要了 你不會是三月才來打算我帶一塊Powder board 來出發去玩的 不會 如果你三月去 你一定是選一些傳統的 黑人 我問過這個事情 是嗎 我帶你去 三月 中大塊Powder board過去 是啊 你發覺 你發覺沒有勇武之地 沒有勇武之地 Kittyson問了一個問題 Kittyson問了一個問題 什麼C2C3 剛才叫陳封寸 這個 他問闊一些的版有什麼好處 闊 爛 都闊 腰後頭髮也闊 整塊板 他說的闊應該就是 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滑雪板的這個位置 第一樣東西會先出現 就是 有些人的腳 是12號或者11號偏大的 而當它穿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鞋頭 鞋頭和鞋爪會很容易 我們會叫做踢到雪 所以大腳的人士 滑雪版的廠方 為了大腳的人 你買班的時候會出現一些156cm W W就是這個意思 W就是選擇寬一點 寬一點它是給一些大腳的人士 而寬和窄會影響什麼呢 如果你這塊板這條腰 越窄 你toe to heel heel to toe 會來得更短時間 所以你切換的時候 速度可以更快 上次講C一樣 是的 但如果你是越闊的話 你切換的時間 heel to toe toe to heel的時間就會長一點 你使用的力量就會多一點 你一天會做多少次呢 toe to heel 你可能真的千千萬萬次 你滑下去 就是用heel去toe 再去heel 這個距離越窄就會快一點 是的 而如果你不小心 我不是大腳仔 但我不小心 我上網買了一塊W版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你會發覺呢 你toe to heel 你用的力量會明顯多了 而如果你不夠力的話 你會用身體的傾斜 就是我的人 身體會再傾前多一些 或者挨後多一些 你的幅度就會越大 變成你一直畫的時候 你的幅度越大 你的體力思考就越大 以及你越難平衡 就是這樣 所以闊一點的板就是這樣了 嗯 就是要留意這個W的字 為什麼呢 所以有一些 你要看到它是 玩速度競賽的滑雪板 它的板腰是相對比較窄一點 就可以有利於它 toe heel切換的速度會更快 嗯 那些人 Powder板 因為Powder板的概念不同 我們玩Powder是沒有Edge 簡單來說 當你玩Powder 即是粉雪 你是沒有Cowder這回事 但是如果 如果那個怪板肥了 那去玩Powder的時候 不是會有好處嗎 那個 對 對 這個就是你構造 如果 因為你Powder板 它是不會那麼著重 Side Cut 究竟如何令到我們Cowder更加好 Powder板它要大面積 承托力比較好 對 它要浮力多些 所以Powder板會比我們一般的版 更大塊更闊 的原因就是這樣 嗯 應該解答了更闊 的問題 Kittison Kittison 的問題 Kittison 的問題 很昂貴 Kittison 那個C3 C2 C2 C2X BTX 這些是某一些牌子 對它們旗下技術的簡稱 你問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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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難去定位究竟 因為我都不熟這個牌子 C2 C3 C2X 它在代表哪一個技術 所以我很難現在很清晰告訴你 究竟是什麼 但是每一個牌子都是這樣 就是它不會將一塊滑雪板 它明明是Camber 它未必會寫著Camber 它可能會給它一個名字 我會叫做A2Camber 就是 它什麼叫做A2Camber呢 就是 它不會完全是全Camber 那麼它會出現什麼呢 就是會出現 我們簡單來說就是 它會接近是Hybrid Rocker 的東西 就是它是Camber 但是它又未完全是混合了Rocker進去 就是它那個比率 相對可能比較少和多一點 所以它就按了不同的名字 嗯 這個C2 C3 CX 你等我做完功課 我告訴你 哈哈哈哈 他回覆你 Gayson回覆你 如果我們說到版邊 你看到是波浪的版邊的話 它波浪版邊不同牌子 它會有不同的稱呼 這個是一定的 就是我叫這個技術 就是叫做Air 我Editus 不會叫這個技術 也是叫Air 的 是的 所以名字會不同 但是我們會知道 概念是一樣的 如果你波浪的版邊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要馬上找一幅圖給你 在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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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版邊的話 你看到第一 每塊滑雪板 是一定會有Contact Point的 Contact Point 就是最闊的位置 所以我們有四個Contact Point 如果波浪的版邊 它會在這個位置 大概你的Binding 你的腳遲一點點 你會發現 這裡是彎進去 然後突出來 再彎進去 到這邊 所以就叫做波浪版邊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會有多多一個Contact Point 讓你在不同時候 例如高速慢速 當你去進彎的時候 那個Contact Point 會更加容易去進彎 嗯 我覺得碰到 碰到 近你的腳的Contact Point 你的意思是嗎 是的 因為它為什麼叫Contact Point 就是它是大部分時間 它都一定是接觸著雪面的 嗯 你的滑雪板 那個板底 不會很長時間 整塊接觸的 但是這個Contact Point 為什麼叫Contact Point 就是它一直是碰著雪的 無論你做 可能是囂張 它一定會有Contact Point 去碰著 那你會發覺當你在高速 和低速的情況之下 你的Contact Point 有固定的話 你就會 它可以做多一個Contact Point 就會令到你在慢速的時候 所用到的Contact Point 和高速的時候用到的Contact Point 就會吃得更加好些了 就是這個技術 它幫助到你吃那個Edge 以及幫助到你轉彎上面 用條邊的穩定性 和你做Edge Hold 就是我們去控制著板邊 一直戒著它的時候的穩定性 相對也會增加 嗯 KL 都很熟悉 應該 很棒 什麼時候上來分享 什麼時候來分享一下 上來玩一下 分享一下 你都很熟悉 好 還有什麼問 有人問 有人問 就是剛才說左右不對稱那款 那 這隻 看到嗎 這樣呢 心這個那邊 是Heel Edge 心這個Heel Edge 因為我們的身體 你可以直接站起來 然後嘗試做Toe伸和Heel Side 你嘗試在Toe伸和Heel Side 因為你腳踩平衡和腳趾尖平衡 你會發覺你用前腳掌Toe伸平衡會容易一些 而你用Heel 用腳踩來平衡的時候 會發覺會比較難一些 所以不對稱的板偏 頭尾一樣 左右不同 而Heel Side 會深一些 短一些 去令到你的Heel Side 更加穩固 穩定一些 以及更容易一些做的 嗯 開始很多人 謝謝 全CAMBER 對 不同CAMBER的程度 所以 剛才我們講過的概念 即是指數 是指數 指數 全CAMBER 就是指數 100%就是CAMBER 而 如果它不同的CAMBER 簡單來說 Rocca 我們這裡 這幅圖說 你會 明顯一點 在這裡 你看全CAMBER FLAG FLAG 和Rocca FLAG 和Rocca 你會發覺其實FLAG 和Rocca的形狀是一樣的 它也是偏一個碗形 只不過它接觸雪的幅度不同 它是100%FLAG 它是100%接觸雪 而這個Rocca 它可能是少於100% 甚至90% 它也會叫做某一個Rocca 它就不會叫做FLAG 嗯 它會叫做可能就是R99Rocca 或者R90Rocca 如果你的Rocca的Percentage 例如你來到這裡 這裡是90 我來到80% 我又會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R80Rocca 我再少一些 去到70 我又按了一個名字給它 叫做R70Rocca 讓你容易一些 你要有概念 你就會知道 那就是R90的Rocca 會比R70的Rocca 是更穩定 靈活性相對較低 是的 那你首先 你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以及你要有 本身已經有一塊蛋在手 你才可以做一個對比 你要本身有一塊FLAG 或者有一塊CAMBER 或者有一塊Rocca 你才知道現在你的標準是怎樣 如果你選下一塊 它的Percentage 多一點少一點 會有什麼不同 嗯 接著呢 如果身高和 是否同一個版 成正比 例如如果人是身高180 應該要選什麼版 哦這樣的 如果我們買滑雪板 你首要應該先看是體重 先看體重 我們次要 我們先看我們的體重 然後你就會出現一堆的版 你可以用 然後再根據每個人 unique 就是我也是60公斤 你也是60公斤 但是你高一點 我矮一點 對不對 你不會是用同一樣的版 如果你單單是用體重來比 所以你應該先用體重 選了篩選了 例如我的體重是60公斤 我可以用到是150 152 和 就是150-152之間 如果我的體重是更輕一點的 我只剩下可能是8-2磅 我就可以用148 嗯 這個option是先在你的體重上面去篩選了一堆 然後再根據你個人的體重去做調節 例如我60公斤 我175高 我就用150 我用152也可以 如果我是再高一點 我米8 我都是60公斤 你recommend可能你會用152 會比我好 嗯 因為你的身高高一點 嗯 但如果你都是60公斤 但你的體重只有8-1磅 那我會recommend你可能選148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 你簡單點去理解就是每一塊滑雪板的size 即它那個接觸雪的面積 它的size越大 它的面積就會越大 它的浮力就會越大 所以你去控制它的時候 你都會用多一點的力 對 動不動力 一接觸多了 對 所以相對你會增加了你的穩定性 就是這樣 Darren問 他問初學滑雪 是不是要買哪種版型好一點 你遲進來吧 如果初學滑雪 即是可能初初練S-turn 我回答 好 我回答 這樣會用Rocker版 會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這個接觸點在這個位置 它做turning 一個兜兜型 是碗型 是碗型 變成接觸點在這裏 在中間 是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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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的支點在這裏 你做轉向的時候 就變得更容易 對 對了 我再補充少一點 就是 對 Conceptor Rocker版 是會有利轉向 所以新手 我們都知道 新手最大面對的就是 可能有量的 第一 我正在學習S-turn 我如何轉彎 另一種新手就是 我正在學習S-turn 都可以叫大家做新手 所以如果你是在學習任何 跟轉向有關的 Rocker版 是會對你很有幫助 而如果你想 你的重點 想放在你的版邊 你的Edging上面 你的S-turn 上面 你應該觀望 Camber 是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穩定性更高 嗯 Ricky說多謝 不要客氣 多點收汗 剛才Eric將說 遲進來不要緊 我們再進去YouTube 或者重溫都可以 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Full Canber版 現在相對比較少 已經 這個 是嗎 這個 是November November artist 很出名 很多人很聰明 看我這個 Rocker Rocker 什麼意思 我也想知道 Jeffrey 想問什麼 可以多詳細 想問什麼 Jeffrey 有一件事是這樣的 有一些廠 滑雪版的廠 它會叫100%的Flat版 叫做Flat Rocker 這個是我現在 因為我未完全理解它的問題 但是有一些牌子 它不會叫做Flat的 它會叫做Flat Rocker 嗯 Flat Rocker Flat Rocker 它其實就是100%的Flat 是的 但是你會發覺它是叫做Flat Rocker 所以你會誤解了 究竟它是 它是不是Rocker 其實就是Flat 最重要是買板的時候 看回那塊板那份Spec 現在有一個圖案 都要看一看 是 你一定要 因為其實你買了那塊板 你也有心在話說上面 你聽完今天的東西 你也應該多去了解 有關話說板的東西 這個圖案我都說過 Flat Rocker 我當年買這塊板 K2是有的 K2 那塊是Ultra Fair 哦 那塊是Capita 有人問 Rocker Flat Rocker 其實這塊Flat版是Rocker版 應該是Rocker版 是 因為很多的廠方 它會按了很多的名字 所以我的認知 我也不敢回答你 但如果它說到是Flat Rocker 的話 多數是解100%的Flat Rocker版 即是這一塊 即是這一塊 一兩邊都是Rocker 是的 你只要是低於100% 你就一定會跌到Rocker 因為已經是90%了 這個一定是100%Flat 它才會做Flat 而也有可能是Flat Rocker Flat也會是Hybrid Rocker的一種 因為它混合了新興的東西 那現在滑雪板的發展 跟車一樣 跟車一樣 是已經有很多的技術在裡面 而最初我們選擇滑雪板 很簡單 要是Flat 要是Camber 要是Rocker 就是這三款 沒有那麼多Hybrid 又Hybrid Rocker 又Hybrid Camber 因為那些人有錢了 哈哈哈哈 好像Bitter這樣10歲 真的滑雪了 馬上去買板 但是這一個就是 滑雪的 就是滑雪這個運動 它亦都是與時並進的 即是它每年下去 它都會繼續研發一些新的 是有利於用家 我們滑雪的人 去更加輕鬆地去享受滑雪 所以它會做這麼多這些新興的事情 但是你說好還是不好 其實都是那句 其實你對用就是好 你不適合就是不好 比更貴也沒有用 對 剛剛是你的風格 即是你在一個P牌子 我給你一輛拉你 你駕駛 其實你沒有用是沒有之地的 即是你保持著駕駛 可能是時速5-60 你也不需要這麼大的功能 那是人家走開成一萬轉 你經常都比二車前駛 對 你感覺不到這輛車的好處 對 附近那輛車的好處 有些人經常說 我滾波車好 還是自動波車好 還是自動波車好 我們先放這個 嗯 Jones 他有寫回這些 究竟是那個規格 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隨時問 剛才有沒有說 這塊板 有人來玩什麼 剛才有沒有說 你很明顯 頭長尾短 他一定是 專門設計給 哪一方面的人玩 第一 你想做Riding 偏向是Calfing 或者是你想玩Powder 都會是偏向這一種板的設計 嗯 因為它是 它將它的Performance 搬了它的性能 搬了去單邊 所以它單邊的性能 會越好 你簡單一點去理解 上一件這幾塊板 就是將它的Performance 是平均分佈 就是50-50 這邊就會偏向一邊 可能這邊60-70 這邊就比較少 嗯 這個真的叫做全地形 新穎的全地形的版 全地形的 全地形的滑雪板 它應該是可以玩到 就是什麼都玩到 我Houda也玩到 我花式也玩到 我什麼都可以碰一些 周圍都可以去 所以就叫全地形 這一類型的板 通常會設計在 等一下 通常會設計在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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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它會設計在 形狀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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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形的板 會出現在 就是我買 這些 第一 全地形的板 它正常會偏向 在 Directional Twins 這裡 你知道了 全地形 嗯 因為 你看到它有設計 所以它會比 TWINS的板 它應付 Powder 的情況會更加好 所以它可以去應付 地形也更加多 所以理論上面 它會 這個板的形狀 才會是 偏向全地形 會更多 但是 不同的廠 它會在硬度 那裡 去再做一些 Mix and Match 令到 就算TWINS的板 它也可以應付全地形 所以 一般來說 全地形 正正常常 不會去到 是Directional的板 你要全地形 是Directional Twins 或者 TWINS的板 會出現比較多全地形的板 嗯 因為如果 Directional 你就做不到 Switch Frighting 嗯 是吧 明白 其實今天 很難看 最高 八十幾人 我兩人看得到 八十幾個 八十三 八十三 就是如果 這個 還有一個 出聲鐘 這些鐘 這個可能是Eddie 是 那 看看 平時沒有Powder 可否設定前些少 我試 我試 阿格仔那塊 阿格仔那塊 是啊 其實不需要 你照上它本身的板的設定 你去照玩就已經可以 因為在板的形狀上面 它其實是絕對可以應付到 你一般的滑行 只不過是它幫到你設定的時候 你玩Powder會更好 嗯 所以你不需要 如果我今天沒有Powder 我需要不需要把板 設定去正常呢 不需要 你照樣用現在這個 本身的設定 就可以繼續畫了 嗯 好 還有什麼問題 有人畫 買板送技術 有什麼辦法可以換新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給錢 用錢就換新板 有錢就換新板 是 是 它通常是這樣的 等一下 咦 這個好 北京大硬地 用哪款板最安全 好 我們來回這一頁 咦 我又 我又 我又說 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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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什麼 要穩定性高一點 對 要穩定性高一點 哪塊板穩定性高一點 哪塊CAMBER穩定性高一點 Fact嗎 Fact嗎 對了 最起碼你們已經開始知道 如果我的要求是有什麼穩定性 一定是你已經會選擇CAMBER 或者Fact 那些爭論就會開始來 究竟哪個穩定性會高一點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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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 有什麼分別 你純粹 純粹 我們不看其他東西 不看Side Cut是怎樣 只看現在旁邊這個 Fact和Canber 它的穩定性 因為它的接觸面比較大 那就是Fact穩定一點 Fact在接觸面比較大 它是會穩定性高一點的 但是 它CAMBER會有兩隻腳 所以它的支點也會有些優勢 所以 實際就這樣看形狀 可能Fact會比較穩定性高一點 但是 我們是看整體 不是只看這個形狀 我們做一些硬度 Side Cut的設計 還有一個速度 是的 所以其實 我親身的感覺就是 Canber版我覺得是 丁地 硬地 表現 整體 我比較喜歡多些 嗯 所以如果你想選擇一塊板 是真的全地形多一點的板 你是應該選擇一些Canber版 它會應付到的場合是會多一點的 嗯 我去年在北京 拿了一塊Walker版 又來 找著玩平花 好厲害 怎麼都像是冰地 挖頂 好玩 一按下去 我媽媽都認不到 大哥 神經病 好 冰面 當然是 麵包 多 哈哈 好 還有誰 還有什麼 問我們 那邊 我也要解手 Jacky 還有兩個Jacky 還有什麼想問我們 這個 GNU 這個問題 GNU 它是一個品牌 所以我很難回答你 就是 那個品牌的板 玩冰好不好 你這個問題 就會偏似 或者我用like鞋跑步 爽不爽 或者好不好 GNU 下面它有一些技術 是會有幫助你玩冰地的 是有的 Laphead Never Summer 這三間其實都是類似 對 那個廠 那個廠 這三間是有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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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實際是看一些滑雪的廠 互相 互相 龍Sir 剛才有一個我們之前 有一個人問了 問什麼呢 就是問那個 Step On 是的 究竟Step On 好 我現在立即解答 Step On 究竟可不可以用到 是否一定要 Burton版的人 才可以 用得到呢 當你去買Step On 的時候 即那個Binding 它的Binding 它有跟兩套的底碟 那兩套底碟呢 其中就是 一套是4乘4 就是給一些大部分的滑雪板 去用的 4乘4 就落螺絲孔 每個底碟落4粒 總共8粒 那如果你是用Burton 用Channel 一條坑的板呢 你就用另一款的底碟 它就是行這個叫做Channel 它就是每邊用2粒 總共4粒 所以你買Step On 的時候 它跟機已經是 跟了兩套的底碟 給你 可以裝上大部分的滑雪板 所以不用怕 你可以放心去買 有什麼優點呢 Step On 即是做了快雀 之後 快雀 我先下山 拜拜 我們不單止說Step On 我們叫做快雀 快雀 快雀的binding 和傳統的binding 它之間的分別就是 快雀的binding 它是會方便更加多 即如果你今天 你可能吃頓飯 吃得特別飽一點的 你坐下屈膝 屈膝 一碗拉麵還頂住了 在肚子上 你覺得 接著人坐著 雀板很辛苦 那麼快雀的板 它會幫到你 一踩就進去 會容易一點雀 容易一點用 因為我接觸有很多人 就是在他 剛剛開頭 學滑雪的時候 他坐著雀板 起床 已經用了大部分的體力 他已經會對滑雪 覺得很難很累 如果這個時候 有些快雀的東西 令到雀板更方便 其實它會令它更加方便 所以我們選Step On 或者快雀的binding 一定是取決於它的方便性 但如果你今時今日 你要一個功能性的話 你說到很極端的功能性 傳統binding 是應該會更好的 嗯 昨天有人說過 我們玩板這些 經常被人拘捕 你有沒有發覺 你知道為何經常被人拘捕嗎? 昨天有人跟我說 我經常被人拘捕 被人拘捕 有些人很喜歡在滑雪 我拉你去買東西 是呀 有些人不喜歡拉你 經常在滑雪時 拉我的 什麼拉你呀 對呀 嫌我太慢 平地的地方 所以玩Ski的人 就拉著我 讓我不用太慢 所以拉我 說話 像剛才這樣 我們這集是最後一集 是2020年的最後一集 好 好 還有什麼 龍sir說中了 他剛才有問 這個 Battalion 3D Canva 是有什麼評價 不懂 因為 我都真的熟不上 這麼多牌子 旗下這麼多技術 但是 據我所知 Battalion 3D 這個Canva 的板底 應該是 這個板底 是梯形的意思 就是 它會中間平 兩邊 接近Toe Heel 的時候 會有一點斜上去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是這個技術的話 這個技術 它會有助於 你沒有那麼容易 Kick edge 因為我們有時候 你會發覺Toe Heel 轉彎的時候 我們會出現Kick edge 就是Kick到Hill Kick到Toe 然後我會跌低 這個技術 它會降低Toe Heel Kick edge 的融錯率 就是 你沒有那麼容易 Kick板邊 然後 在你玩Freestyle 玩道具 例如Boxy 你發覺 如果它是 中間平 兩邊撩起 你不小心 給了些少Toe 或者些少Hill 你未至於你會跌低 就是你還有辦法 如果你是沒有 是傳統的 整個板底是平平的 你不小心被Toe 被削 你可能已經跌了 跌低了 但是這個板底的技術 因為它斜了向上 融錯率相對會大了 所以它有利於你玩花式 或者是和你的Edge to Edge有關的東西 嗯 好 看看這個 又是Eddie 可能Edwin 好 Eddie Edwin 如果玩GroundTrack 用什麼板 會比較好 硬度 好介紹 入門級 現在你應該 你會看後面這幅圖 你可不可以看一看這幅圖 現在我們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在 這眾多的滑雪板 我們要找出一塊 適合我們GroundTrack GroundTrack 要求比較多的 就是我們轉向的靈活性 我們會轉彎 我們會不停是 以中心去轉 所以第一件事 你的板是應該買一塊 Twins的板 是不是 頭尾對稱 我們重溫 什麼是Twins的板 在這裏 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喜歡玩GroundTrack 玩平花 你是應該 我建議買Twins的板 那麼Directional Twin 和這一隻 就不要選了 你就選這隻 為什麼 因為你怎樣轉都好 或者轉到某一邊的時候 它兩邊對稱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拿回 因為兩邊一樣 好嗎 然後我們在形狀上面 就可以再看了 那麼究竟 哪一隻的板的形狀 會是有利我們去轉向的呢 就是Rocker 對 Rocker 因為它頭尾沒有牽掛 它可以瘋狂轉 就可以了 哈哈 這是碗來的 頭尾沒有牽掛 是一隻鑊 那同樣地 阿龍Sir 這次在賣 某些廣告 飄飄然 沒有牽掛 哈哈 同樣地 那麼Hybrid Camber 對不對 咦 它這裏拱起有兩隻腳 相對靈活性 沒有那麼高 但Hybrid Rocker 行不行 都可以 你沒有任何轉向的動作 但是 是 但是你會發覺 咦 這裏它加入了Camber 所以它在頭尾兩邊的Supporting 會更好 Supporting會更好 所以當你是單腳去轉去spin的時候 這個呢 可能會更加好 因為它再補一點的穩定性上去 嗯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 選擇Rocker 和Hybrid Rocker的版 會是 玩平化Ground Tricks 會比較好 那如果硬度的話 一是最遠 十是最硬 我建議買五滑以下 五滑以下 那麼三四會比較理想些少 看看龍Sir 看看龍Sir 答不答這條問題 嗯 我真的 哈哈 龍Sir真多尷尬 哈哈哈哈 阿龍Sir真的很尷尬 阿龍Sir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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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帶我去九霞嶺 我就叫阿龍Sir找你 哈哈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某一些牌子 我很難說它好還是不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都熟 Super DOA 上年是新出的款式 我呢 就未update到它的Spec 是怎樣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現在 DOA這一塊板的款式 會這麼熱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 更狠一點說 因為呢 它的板的形狀 是屬於 屬於 Hybrid rocker 偏向 Hybrid rocker 不是 Hybrid camber 不好意思 Hybrid camber DOA 為什麼呢 它肯定不是全 camber 它為什麼會落入 Hybrid camber 因為呢 第一件事 它是拱起的 腰 是不是 就是這塊 這塊腰 拱起了 然後呢 它去到大概這個位置 你的腳 Binding下面這個位置 它是屬於flag的 它的設計 它是flag 所以它中間是camber Binding兩邊是flag 然後這一邊 它這個 它這個竅位 它是沒有那麼圈上去的 它是再斜一點 它是直接斜上去的 這裏 你看到它是斜上去的 它不是彎上去 它是直接斜上去的 所以呢 它是屬於混合式的camber 所以 DOA 它在carfin上面的表現 是會很明顯是會比較好 因為它有camber的特質 而 當你的速度稍微快些 你發現它的穩定性也很好 而正正就是 它有混合了其他東西的技術進去 它這些位置 它做了一些flag 這些位置是 鍵上去 所以它press 各樣東西的表現都比較平均 所以 如果 講一塊全能版來說 DOA確實是一塊 它是一塊全能的滑雪版 嗯 很忠狠 不買了 我正在用了 不買了 不買了 你自己決定 好 接著 好 我還有什麼問題 龍Sir有什麼解答 嗯 剛才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 Walker Camber 他好像問過一個問題 誰問 剛才 剛才 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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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版 對 有什麼 是適合什麼地形 真的 真的不懂 是 什麼 因為我真的 不是大陸的 因為我真的熟不完 因為牌子太多 然後每一個廠方都把技術 都按一個名字 我真的背不完 哈哈 其實真的可以 嘗試叫他們 嘗試叫他們 上網 打開自己的 想想 心移的那塊 板 其實很多時候 廠方都會 拍一些 影片 對 這塊板 是在什麼地上 它應該有 RIDAR 和你做 測試 那你就可以大約 可以知道 這塊 是 管理它 什麼 用途 因為 我想補充 就是 因為 我們單單看它的 形狀之外 它其實 現今的滑雪板裡面 它放了 不止這麼少的技術 下去 每一塊滑雪板 它有機會 會在它的 板腰 它的 板頭板尾 裡面會加入一些 可能叫做 加一些新的技術 例如 裡面可能會加一些 Carbon 加一些 鈦金屬 去加固某些位置 而又令到某些位置 會更加 好做的事情 例如 例如 如果我們不說 形狀 我們有時候 有一些板 會是 頭尾這兩個位置 我們會做 press的動作的時候 它會在這些位置 打一個交叉 放一些物料上去 令到這個位置加固 令到我們 press得更加 而它會在板腰 它會在中間 一條坑 加一條坑 令到我們可以扭 它 板腰的變形 會更加容易 所以 每一塊板 它的構造 是有很多技術在裡面的 所以不僅僅是形狀的 其實做到 兩邊頭 中間是不同的 有 是的 就是板頭 板頭的硬度 和板腰的硬度 會不一樣的 是的 也會有 但是起碼我們 現在由淺入心 我們就是 起碼今天 完了之後 你會清晰知道 哦 板的形狀 大致會分 這幾個類型 什麼是Rocker 什麼是Canber 什麼是Flag 而每一年 這樣下去 其實它的演變會很多 你很難追得到 有錢的人 追無錢 至少大家知道 自己的什麼 喜歡玩什麼風格 用哪一類型的板 才適合自己 我們回答兩個問題 一旦龍Sir回家遠 也不想龍Sir太晚回家 龍Sir睡覺 知道嗎 是日本時間 對 是日本時間 龍Sir的生活時鐘 是日本時鐘 我們再問兩個問題 我剛才看到一個問題 龍Sir最喜歡哪一塊板 什麼型 不如這樣說 不要說什麼牌子 什麼型 以前我喜歡Rocker版的 因為Rocker版 它是在你接觸滑雪的前期 你會覺得Rocker的版 是很User friendly 即是你用起來 你不用怎麼適應 你會發覺腳感很好 轉向很好 很靈活 容易轉彎 你在慢的速度 中速 感覺都OK 但你一快它就會彈 但我們其實我們在室內場玩得多 即我們仍然在細窗 室內場的話 基本上都是推介Rocker版會比較容易玩 基於如果你是前期階段 Rocker版我是很喜歡的 亦都很像 因為我以前玩滑板 到我現在轉做玩滑雪 接觸滑雪 我會很希望 我會當作玩滑雪 其實跟我以前玩滑板的感覺一樣 所以我會喜歡Rocker版 是更加像滑板的感覺 但是到現在 近這幾年 你的強度 即是強度 速度都會有所增長 你去面對更加多的地形 和環境的時候 你會發覺Rocker版 它稍微在高速的時候 會有些不足 會跌一些 會飄一些 簡單來說就是 穩定性不夠 當你在高速的時候 所以我慢慢就會嘗試 是一些Camber版 而Camber版 但是它的穩定性對我來說 一跳 我覺得稍微太過明顯 太過定 太過咬 所以我會喜歡一些 我會喜歡一些Hybrid的Camber 亦都為什麼現在 Hybrid的滑雪版 會比較流行 就是因為它可以拿到更加多 不同形狀的優點 而去選擇 所以Hybrid的Rocker版 它既有穩定性 而亦都不失靈活度 我既喜歡這類的滑雪版 好 我們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阿康問這個問題 它說 雪版的硬度和雪地的狀況 有什麼關係 好 我簡單一點去說 就是 如果你的滑雪版是100%那麼硬 就是超級硬 就是它不容易變形 而你的地板是凹凸的時候 你會發覺 因為那塊板你不容易變形 所以你走凹凸地形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好像走平地一樣 因為那塊板不變形 它很硬 但是你那塊板很硬的話 對於地形的情況 應付會更好 但是 它如果那塊板硬 很硬 它轉彎 你就要扭那塊板的時候 要twist那塊板的時候 你會發覺就會相對吃力 那你忍得就忍失 如果針對地形來說 越硬的板 它的穩定性越高 也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沒有那麼容易變形 所以地上凹凸 你那塊板硬在它上面 戒過去的時候 你會沒有那麼容易感覺到凹凸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現在的塊板硬度 是剩下1、2、3 很遠 你會很明顯感覺到 地上的凹凸情況 你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會覺得 如果你喜歡地形 你很明顯感覺到 塊板控熱變形 即是靈活性很好 但是相對 如果你是很高速 它面對一些凹凸一些地形實上 你會發覺會會很煩 最誇張的情況 就是我曾有一塊板 一個硬度大概是2 它高速滑行的時候 地上是不平的 因為去到下午已被滑壞了 ぞ 你還要開始快 你是ός éOk 這樣想到頭上開始 Philosophy 踐橫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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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會不會飛 所以你去滑的時候 你就要更加專心 就好像你的車 你的車是 想掉 對 你的車沒有定峰 即是不穩定 你走高速8.2 你會發覺你的車是震的 就是因為你的車的快板是軟的 所以你承受不了那個 速度和力度 車架太軟 而如果你的車架夠硬夠穩定 你走高速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是相對安全感大些 我有兩塊板 一塊是CAMBER的比較硬的板 一塊是WALKER的板 一塊是軟的 有一次我用WALKER的板 軟的那塊就用去劈身 劈身 扔彎的時候覺得 怎麼會這麼有趣 扔出來 然後用CAMBER板 扔彎的時候 經常咬地的確實很多 感覺是兩回事很不一樣的 好了 你說吧 好 你回答 差不多了 現在已經十時三時 今天是不會這樣 沒那麼晚了 沒那麼晚了 因為阿龍老師要花幾個睡覺 這樣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 隨時可以還在那裡問我們 我們都會再解答回來 再一次多謝阿龍老師來 一定是阿龍老師第三次出席 是吧 說了兩次 兩次Sobo 一次拜託了 下次阿龍老師 大家還有什麼 找你們請教一下 先上課堂 即是沒有話說的 但上課堂也不錯 是吧 起碼 起碼 有些知識 給大家 想 唉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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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 準備買 甚麼買 大家想想 對 支持本地的朋友 大家都不能話說 學會完之後 就去買快飯 消費 先去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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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會 又謝謝Polly 謝謝Polly 我也沒空吃 今天又學了很多東西 謝謝龍老師 阿龍老師口水都乾了 喝一口水 多謝Polly 我們有多少 多謝Polly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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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要明年才見大家 明年才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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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 是最後一次 是2020年 最後一次 是2020年 最後一次 就是這樣 下次 星期一 應該是9點 TV有甚麼特別改變 有很多 阿沙拉 又說 賭不掉落符 常常開Live 引來 先來 看看 A1 說風和說話 不知道有沒有看 是嗎 不知道有沒有看 有時候看 不知道放假 還沒睡 說風和說話 那一塊CAMPER 很浪費 很浪費 這陣子是甚麼 這陣子是CAMPER 這陣子 不是剛才說廣派 是嗎 是嗎 這陣子是CAMPER 這陣子是CAMPER 不是 這陣子是CAMPER 是CAMPER 我真的不說 其實朋友說 會不會說些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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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多謝大家 再一次多謝龍蛇 先操控他們 祝大家 新年快樂 如果大家有甚麼題目 想我們開直播 都可以 告訴我們 吹吹水的節目 都可以 沒甚麼所謂 我們圓球 開開心一個晚上 如果想上來 聊聊聊聊聊聊 真的 無所謂 即是你自戰 是的 即是自戰 即是自戰 不如我 有甚麼好想 好想我們說 或者 好想上來 分享一下 或者 我有20塊板 拿上來 給大家看看 都可以 對不對 你認識嗎 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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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星期再見 等我來 認識我 我不敢 最緊要 要 完成了 龍蛇 再見 再見 我在看留言 拜拜 拜拜